随着新冠肺炎蔓延 医疗物资已成为都国哄响的物品 然而自疫情爆发后 美国联邦政府不仅没承担责任 反而抢夺地方防护物资 据环球时报4月26日报道 各家美国媒体报道指出 地方医院不仅需要自己设法 找到购买个人防护用品的途径 而且在交付定金后 往往还需要和联邦政府斗志斗勇 摆脱他们在物资运送过程中的围追赌钱 据悉联邦政府于三位底 携货了马赛诸塞州订购的300万枚口罩 马赛诸塞州州长查理贝克告诉媒体 这300万枚口罩抵达纽约港口时被没收 让地方政府明白 现在一般购买手段已经不再奏效 4月中旬迈阿密戴德县 印记部门购买的100万枚N95口罩 眼看就要到手 但最后一刻遭到联邦政府接管 迈阿密戴德县紧急事务管理总监 弗兰克·罗拉森说 这100万枚口罩原本是要拿去保护 一线医务工作人员的 联邦政府的行为简直就是半路抢劫 围堵难逃 各桌百万防护物资遭联邦政府抢劫 没想到美国对自己人也下狠手 近期联邦政府再度出手 抢走退伍军人医院500万枚口罩 据美国媒体4月25日报道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 为保护国防部医院和诊所工作人员 免受新冠病毒威胁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订购了500万枚口罩 但这些口罩被美国联邦一级管理局 以国家战略储备的名义取走了 一名前军方官员表示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号警保障机构 对联邦一级管理局的做法做出了回应 将不再通知他们下一次收获的正确时间 如今为避免医疗物资被抢劫 地方政府开始秘密进行运输 据了解不久前 伊利诺伊州置资1.74亿美元进口防疫物资 包括呼吸机、洗手液、防护服和口罩等 同时花费近百万美元租赁飞机收获取货 然而对于运输的细节 该州一直对外保密 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州政府担心联邦政府 以保障国家医疗物资供应为由拦截订单 拧而悄悄推进相关工作 据统计 截至北京时间4月27日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96万例 死亡病例超过5万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宗老 Wenn惹 即使 新闻 北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